嗨,大家好,这里是麦克云科棠,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这里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苹果笔记本电脑在售的机型里面除了老款的MacBook Air 大部分都搭载了雷利3协议的USB Type-C接口 区区一个接口就将数据传输、充电和视频输出功能基于一身 能为用户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,这个满血的雷利3拥有40G每秒的超大传输带宽 能让你同时连接4台4K显示器或者两台5K显示器 它还支持外接显卡物拓展 让电脑拥有台式机级别显卡的运算能力 还可以让外置硬盘拥有超过内置硬盘的传输速度 以及最高100W的电力供应 当然,大多数人没有那么高大上的需求 在日常使用中,Type-C接口的外形不分正反 让你可以拿起来就盲差 不论你有一个、两个或者四个接口 随便插入哪一个都能充电 这种体验我相信大家之前使用电脑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吧 不过呢,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把接口从传统的USB更新到了Type-C 比如之前的U盘啊、投影仪啊、电视之类的 MacBook经常需要使用转换器连接设备和电脑 是用户不得不面对的阵痛 既然阵痛无法改变 我能帮到大家的就是把这个接口的优点发扬光大 让自己的爽点多于槽点 今天我就找到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爽点 不论你买电脑的需求是什么 使用什么配件 都有用到它的场景 那就是充电 虽然苹果笔记本电脑的续航还不错 但我难免会有电池焦虑 每次带电脑出门 会犹豫要不要带充电器 带了吧,可能一天都用不到 背包里面多了一份重量 不带吧 万一电脑没电了就掉得大 这个时候再回看一眼我的背包 有一个东西永远占据着背包里的一席之地 那就是移动电源 电脑需要电 移动电源就是存储电量用的 那我还需要带电源干嘛呢 直接拿它给电脑充电不就行了吗 在之前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电脑的电源都是特殊的接口无法接通 而当电脑的充电接口升级到Type-C以后 用移动电源给电脑充电的想法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只需要一个USB转Type-C或者Type-C转Type-C的线 连接到移动电源和电脑 是不是就能给电脑供电了呢 直接说结论 大部分移动电源都不适合这样的操作 因为手机电池和电脑电池充电时所需要的电压功率不一样 普通的移动电源插上电脑 要么没有反应 要么会因为电压过低导致掉电比充电还宽 电量损失也很大 充不进去多少电 不过随着这些年快充的普及 移动电源的功率越来越高 逐渐出现了一些可以给电脑充电的移动电源 比如小米有款2万毫安的移动电源高配版 输出功率高达45瓦 相当的强悍 已经比肩电脑充电器的充电效率了 这种移动电源的重量和体积比较大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选择 毕竟省了一个充电器的重量 不过对于我这种电脑充满电 带出门一天 偶尔需要用到充电器的情况 这个移动电源还是偏笨重了一点 经过一番比较 我最后入手了1万毫安小米移动电源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双向18瓦快充 还带了一个Type-C的输入输出口 我个人认为 看一款移动电源好不好 首先要看它给自己充电的速度快不快 有些移动电源动辄需要一晚上才能充满电 一旦忘记充电 临时充一会儿根本用不成 所以给自己充电快的移动电源值得优先考虑 另外要关注的就是单口的电源输出功率 因为这个关系到给电脑充电的效率 单口的输出功率低 要么插上去没反应 要么电量浪费大 充电效率低 小米的这款移动电源单口18瓦的充电效率 能满足我在日常使用中不掉电 还能补充20%左右的电量 刚好覆盖了我电脑 每天最后一段时间没有电的真空期 省去了带电源出门的纠结 所以如果你现在考虑买一款移动电源 或者你也有和我一样的电池焦虑 每天背着充电器出门 倒数找插座 那么我推荐你买小米的这款 或者类似参数的移动电源 既能给手机充电 又能给电脑充电 充分利用了USB Type-C接口带来的便利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本期的栏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有帮到你的话 希望你能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再见